因為我們這世間很著重 很注意到它的好處 為何大公司、大企業 為何做不到呢 有些NGO合作時 開始發覺我們做的事跟別人不同 因為一般法輪很少會主動跟NGO合作 做很多不同的社區的推廣 或者社區的義工服務 人家開分店多數是香港或大陸賺錢 我開分店就是緬甸 其實未開緬甸之前 我們已經在那邊做了很多義工計劃 當時就去山區同仁展合法 緬甸的人比較純學簡單 年輕人我們比較接觸多一點 我覺得那邊的青少年 是應該得到一個公平的發展機會 以及一個比較體面的工作 原來他們有很多古技術 是我們現代的人是得不到的 所以當我們在那邊開分店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原來可以將古技術 包裝成為現在的我們的強項 做了之後 透過有些NGO提名我們參加 匯豐人雙身力力 以及社聯的Crain Company 當時NGO的那位負責人 他們跟我說 你不如試試參加 看看自己可以做到多少 或者做過多少 而參加比賽途中那份Checklist 可以令到我們更加明白清楚 如何將細分化做得更加好 很幸運第一次參加比賽 就獲得了一個大獎 比賽之後 我們開始就會自我鞭策 哪裏做得不好做得好 原來我們做了很多事 90%以上已經是做可持續發展的事 包括人方面 或者公司內部管治 和政府的合作 或者是和社區的關注 這幾方面我們做得非常之不錯 但唯獨是環境 當時我們不太清楚 當時想到我們法郎 做到什麼環保呢 原來法郎做一下做一下 真的做到很多相關環保功德之餘 亦都可以令你間公司 更加可持續發展和省錢 其實來說在產品那邊 我們很嚴選 多數都是可以持續發展的 關注產品上下游的供應鏈 是不是一個良心製造 或者是會不會用很便宜的價錢 和農民收買的物料回來 然後改變成產品呢 當然幸好我們找到一些 比較關注環境的品牌 當中我們也學到 如何去把環保再造得好一點 而他們那些用完之後 對人體對海洋 都是沒有一個污染的 我們這行最重要是說水和電 我們選了一個很大的玻璃 採光很夠的 你見到工作坊外面 我們設計是不會到頂 是會用採光的玻璃 你用天然光帶領到裡面的房間 都可以隨時都可以用的 我們會有時間控制我們的能源 我們會用風扇 令到我們的冷氣更均勻 其實開持有發展 說的是不僅是你生意開持有發展 是人都可以開持續發展 我相信 這就是怎樣承傳下去 除了工資同事之外 是最重要是教育我們的客人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每兩三年都會有一次問卷 其中一題是很有趣的 那一題是你介不介意 你買的關於環保產品會比較貴 或者你用的環保產品的時候 是跟一般傳統的洗澡相同 因為沒有氣泡劑 因為傳統洗澡的氣泡劑 往往會會影響環境生態 原來買一買客 我們最好買的就是它 而且可以增加客人對你公司的信心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當地買就會不影響海洋之餘 更加不影響自己的健康 其實很多商界朋友很願意付出 你看到這幾年 很多不同的學會或協會 舉辦了一些關於ESG、SDG的比賽項目 不過之前可能真的不著重 這個可持有發展的政府 是真的少一些 還有培育方面又少 教育方面最少 可能只是很單一方面 講環保就環保 不講其他東西 所以變了很多時候的社區沒有磨懈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跟多些NGO合作 以及聽多些NGO說的話 政府那方面帶領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我又覺得 我們一間很小的發行 都做到 為什麼大公司、大企業 那些為什麼做不到呢